投资者们,欢迎来到细说美股频道,请细好安全带。 科技巨头Meta、微软、亚马逊和苹果即将公布季度收益,准备好迎接一场狂飙之旅吧。 这些报告不仅仅是数字,它们让我们一窥科技行业和整体经济的未来。 我们谈论的是塑造我们数字生活的公司,从社交媒体到云计算,从电子商务到智能手机。 它们的表现可以给华尔街及其他地区带来冲击波。 我们将分析需要关注的关键趋势,重点关注资本支出,人工智能投资和核心业务增长。 记住,知识就是力量。 了解这些科技巨头对于驾驭当今市场至关重要。 首先我们来看看Meta,对家前身为Facebook的社交媒体巨头。 在全球数字广告市场,Meta作为重要参与者,始终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随着用户行为的变化和竞争环境的加剧,Meta的广告收入不仅反映了其市场策略的成功,也体现了公司整体财务健康的关键。 根据分析师们的预测,Meta在第三季度的广告收入将达到394.65亿美元,同比增长17.3%,环比增长2.9。 截至2024年第二季度,Meta旗下应用的用户总数已达到32.7亿,年增长率为6.5%。 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数字是所有应用的独立用户总和,意味着如果一个用户同时使用Instagram和Facebook,则仅算作一个每日活跃用户。 这一数据清晰地展示了Meta在吸引新用户方面的成效,尤其是WhatsApp在美国的用户数量已突在破亿亿,Threads也达到了2亿。 整体来看,Meta的多平台战略在用户增长上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果,进一步巩固了其在数字广告领域的领导地位。 用户的参与度直接影响广告收入,Meta在这方面可谓下足了功夫。 Meta利用AI技术和跨平台推荐算法来提高用户活跃度,不仅增加了广告的展示量,还提升了用户的使用体骰。 想象一下,Instagram上有50%的内容和Facebook上30%的内容都是AI精心推荐的。 这样一来,用户不仅能更轻松地发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还会更愿意停留和互动,进而提升广告的转化率。 凭借在AI整合和货币化方面的领先,Meta无疑在广告定位上保持着竞争优势。 目前,Meta的广告主数量已超过1000万,主要集中在中小企业。 这与YouTube以大型品牌广告主为主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 广告价格是衡量广告需求强度的重要指标,但不能仅孤立地看待它。 广告市场是一个供需市场,供应反映广告展示量,而需求则显示有多少广告商希望购买这些展示。 当广告价格和展示量同时上涨时,Meta的实力得以充分展现。 过去三个季度的数据显示,自第二季度末以来,Meta的每千次展示成本稳步上升。 第三季度的Facebook,CPM均价已达到11美元,较6月份上涨了约10%。 这不仅表明Meta的广告规模在快速增长,也显示出单位广告价值显著提升,进一步巩固了其市场竞争优势。 在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中,Meta正迎来广告收入的增长机会。 政治广告预算通常充裕曝光率高,这将直接推动Meta的广告收入。 根据市场分析,Meta在24年大选期间的政治广告收入有望显著增加,特别是在其平台上,广告主能够对用户群体进行精准投放。 资本支出是Meta当前面临的一大关键挑战。 华尔街预计,Meta在2024年的总支出将达到960亿至990亿美元。 这一庞大的支出虽表明了公司对技术投资的信心,但也引发了对财务健康的担忧,特别是在Reality Labs部门持续亏损的背景下,投资者不禁质疑,如此巨大的投入是否能够带来相应的回报。 这对Meta的长期战略自关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Meta对资本支出的新预期主要集中在固定资产和长期技术投资上,2023年的实际支出为309亿美元,而此次上调不仅仅是数字上的变化,更是Meta对未来市场竞争的积极回应。 尤其是在AI技术领域,Meta显然在为广告的精准投放和用户体验打下基础,试图通过技术进步来提升竞争力。 此外,Meta计划在2025年部署英伟达的Blackwell平台,这将进一步推高资本支出。 这不仅是一项技术投资,更是对市场份额和竞争优势的战略布局。 AI的深度应用预计将提升广告精准度,进而推动持续的收入增长。 然而,关键在于这种增长是否足以抵消高支出带来的压力。 如果Meta能在2025年将支出控制在预期的下限,运营利润率就有望超过40%的42%的目标。 这一指标将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有助于评估Meta在技术进步与财务健康之间的平衡。 当然,关于第四季度的管理层指引也非常重要。 不过,说实话,Meta的CEO扎克波格在讲故事这方面远不如马斯克,以前也因为沟通不佳而导致股价暴跌。 所以我们得好好看看他在财报发布会上会怎么展望未来,给出哪些指引。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微软。 作为一家市值超过3万亿美元的公司,微软在多条业务线上展现出更强劲的增长动能。 而支撑其增长的核心力量源于它独特的生态、稳健的财务和前瞻性的资本布局。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微软强大的生态系统。 微软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生产力与商业流程和智能云深度整合,形成一个高度协同的整体。 想象一下,用户在微软的生态中能够跨产品、跨平台享受到无分的体验。 这种整合不仅提升了用户忠诚度,还增加了用户切换到其他平台的难度。 换句话说,进入微软生态的用户,往往会发现离开的成本非常高。 这种高效的用户粘性,让微软不仅能够保留原有客户,还能通过交叉销售建议的不提升业务收入。 在财务表现方面,微软在最新的财报中显示,营收继续保持双位数的同比增长,EBDI利润率也在稳步上升。 市场普遍预计,本季度微软的营收将增长14.2%,每股收益同比提升3.72%,智能云领域尤其值得关注。 上一季度,Azure的营收达到了Ampad 85.15亿美元,同比增长49%。 尽管增速有所放缓,但微软在云业务领域的领导地位依旧稳固,尤其是与OpenAI的合作为Azure引入了AI的强劲增长动力,使得AI对Azure增长的贡献持续上升。 随着增长势头的增强,我们需要关注微软的资本支出。 虽然EBDR和银格业现金流表现令人满意,但微软的自由现金流利润率在过去8年中维持在25%左右,这引发了市场的担忧。 预计在2024财年,微软的资本支出将达到500亿美元,并可能在2025年进一步增加。 这让人对微软未来的利润产生疑虑,特别是公司是否能充分利用这些投资。 尽管微软在数据中心和AIG处设施建设方面投入巨大,但与Meta,谷歌和亚马逊相比,微软在有效回报这些投资方面似乎缺乏杀手机应用。 其他竞争对手依靠强大的广告业务和推荐引擎,能够灵活调整策略,持续推动收入增长。 虽然微软推出了Copilot这样的核心产品,但目前看来只有Github在商业化方面取得了显得进展。 一般认为,AI助手去了自动操控电脑,是微软、苹果、谷歌接下来必争的一块大蛋糕。 具体就是直接让AI感知电脑屏幕上的内容,你能直接语音或文字告知AI,让AI直接帮你操作电脑的日常任务。 比如用户可以要求AI自动打开邮件,根据邮件内容,去到对应的数据库,登录账户并下载报告,并把报告通过邮件发给你老板,从而提升工作效率和用户体验。 现在提供办公室流程自动化软件是公司U-Path,代号Path,但前提需要人编辑好每一步的流程。 接下来有两个关键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首先,随着AI的普及,企业对人工岗位的需求可能会下降,这可能会影响传统按座位收费的软件市场潜力。 其次,微软能否成功将Copilot等AI项目全面落地,并真正实现其产品的2.0升级,也将是一个重要考验。 如果这些战略未能如预期顺利推进,微软在未来市场竞争中的压力可能会加大。 说到亚马逊,这家电子商务巨头是人工智能和云领域的另一个主要参与者。 虽然亚马逊以其在线零售主导地位而闻名,但其云计算部门AWS已成为摇钱树。 我们也不要忘记Alexa,亚马逊的语音助手,这是他们人工智能雄心的一个典型例子。 投资者将仔细审查亚马逊的资本支出,特别是其物流网络和数据中心的支出。 该公司是否过度扩张,或这些投资是否为未来的增长奠定了基础。 AWS的表现将至关重要,因为它面临着来自微软Azure和谷歌云的日益激烈的竞争。 本月底,亚马逊计划推出新低成本店面,并对商家的产品实施严格的价格限制,显然是在激烈的零售竞争中寻求新的突破。 通过直接从中国广东工厂发货,亚马逊不仅可以降低成本,还能加快配送速度,进一步增强市场吸引力。 这一策略无疑会对包括TMU、沃尔玛等在内的竞争对手构成威胁。 TMU凭借其低价和多样化的商品吸引了大量消费者,而沃尔玛等传统零售巨头也在加大力度,以迎合价格敏感的市场需求。 亚马逊的低价策略可能会促使这些竞争对手采取相应措施来保护市场份额,比如调整定价策略或增加促销活动。 然而,实施严格的价格控制,也可能影响产品质量和商家的利润,特别是小型卖家可能面临更大的压力。 因此,亚马逊在追求低价的同时,需要妥善平衡与商家的关系,确保在吸引消费者的同时,也能维持平台的健康生态和商家的可持续发展。 不过,亚马逊的主要增长引擎依然是云计算部门AWS。 尽管AWS在此前7个季度的增速有所放缓,但最近3个季度已连续反弹,本季度增速加快至19%。 尽管Google云和微软Azure的增速分别达到29%, AWS的增长基础更高,营收达到Ambra63亿美元,占总收入的18%,且营业利润率高达36%。 这表明亚马逊在技术创新和基础设施投入方面的持续努力已经取得成效。 在广告业务方面,亚马逊同样展现出强劲的增长潜力。 预计第三季度广告业务的年增长率将达到20%。 这一趋势标志着亚马逊在数字广告市场的崛起,逐渐打破了Meta和谷歌的双头垄断。 亚马逊通过将人工智能整合到广告工具中,提高了广告投放的精准度和消息, 过,推动整体业务的增长。 这种技术创新,使亚马逊能够在数字广告市场中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 当然,亚马逊的广告业务也面临潜在风险, 特别是高成本内容,如MBA等版权和,可能对利润率产生压力。 然而,亚马逊在仓储和配送网络中大力投资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 帮助其建立强大的护城河,为未来几个季度的利润扩张奠定基础。 这样的投资策略不仅降低了运营风险, 还增强了亚马逊在市场中的精争优势。 第五部分,苹果在成熟市场中寻求持续增长。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来看看苹果, 这家以其标志性的iPhone Mac和忠诚的客户群而闻名的科技巨头。 苹果正面临着一个挑战,如何在成熟的智能手机市场中保持增长。 该公司一直在扩展其服务业务, Apple Music,Apple TV Plus和Apple Pay都获得了发展。 但,iPhone仍然是苹果的摇权树。 投资者将密切关注iPhone销量放缓或利润率下降的任何迹象。 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苹果能否继续创新并保持高价? 该公司应对供应链挑战和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能力也将成为焦点。 苹果还在探索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等新兴技术领域,试图开辟新的增长点。 这些新技术能否成为苹果未来的增长引擎?仍有待观察。 此外,苹果在环保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努力也备受关注。 通过减少碳足迹和使用可再生能源,苹果不仅在技术上创新, 也在社会责任上树立了榜样。 未来,苹果能否在这些领域继续取得突破,将决定其在成熟市场中的长期成功。 华尔街预计苹果第四财季,7、9月营收将达到943.16亿美元,同比增长5.38。 每股收益1.53美元,同比增长4.85。 iPhone销售在连续两个季度下滑后,预计将与本财季恢复增长。 苹果已连续六个季度实现营收和盈利,双超预期,服务收入屡创新高。 然而,大众化区的iPhone销售表现不如预期,市场对此稍有担忧, 但库克对中国市场的长期增长潜力依然充满信心。 高层表态显示,AI有望成为iPhone销量的新推动力。 预计第四财集营收增速将与第三财集相似,服务收入实现双位数增长, 而新品的财务影响将在2024-2025财年QE销售旺季中显现。 此外,苹果近期发布的新操作系统和AI功能, 以及计划推出的搭载M4芯片的Mac电脑, 将进一步增强其在PC市场的吸引力,强化苹果生态系统。 AI若能有效提升产品价值和用户粘性, 不仅能推动服务收入增长,还将为股价提供长期支撑。 总体来看,AI功能的短期财务影响可能有限, 但投资者对苹果AI战略的信心将体现在股价上。 随着旺季的来临和市场对新品的期待, 苹果股价未来几个季度有望稳步上扬。 第六部分 人工智能均被竞赛 早期投资会转化为利润吗? 贯穿这些科技巨头的一条共同主线, 是他们对人工智能的大规模投资。 Meta压住人工智能来推动其元宇宙雄心, 而微软将人工智能视为释放软件和云计算新潜力的关键。 亚马逊正在利用人工智能来增强其电子商务运营和云服务, 甚至苹果也在悄悄地将人工智能整合到其产品和服务中。 每个人都在问的问题是, 这些大规模的人工智能投资何时才能开始获得回报? 投资者正在寻找人工智能正在推动收入增长和提高盈利能力的有形证据。 能够成功将其人工智能能力货币化的公司将成为长期赢家。 这些科技巨头不仅在技术上进行大量投资, 还在人才和基础设施上投入巨资, 他们正在招聘顶尖的人工智能专家并建立先进的研究实验室。 这些努力不仅仅是为了短期收益, 而是为了在未来几年内占据市场主导地位。 他们相信, 人工智能将彻底改变各个行业, 从医疗保健到金融服务再到娱乐和制造业。 因此, 尽管目前的投资可能看起来风险很大, 但长期回报可能是巨大的。 投资者和分析师将密切关注这些公司的进展, 以确定哪些公司能够在这场人工智能军备竞赛中脱领而出。 第七部分, 广告云和iPhone分析核心业务表现。 除了人工智能之外, 投资者还将密切关注每家公司核心业务的表现。 对于Meta来说, 这意味着广告收入。 他们能否克服来自竞争和隐私变化的挑战, 保持其广告主导地位。 对于亚马逊来说, 重点将是电子商务增长和AWS的盈利能力。 微软的Azure云平台将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他们的软件和游戏部门也是如此。 对于苹果来说, 一切都归结于iPhone, 他们能否继续以高价销售数百万部iPhone? 这些核心业务的表现将是每家公司整体健康状况和未来前景的关键指标。 第八部分, 市场预期和潜在波动。 鉴于这些收益报告的重要性, 市场预期高涨也就不足为奇了。 分析师们一直在忙着计算数字并发布他们的预测, 但正如任何和经验丰富的投资制造的那样, 财报记忆可能充满惊喜。 收入或每股收益的超过或未达到预期, 都可能导致公司股票飙升或暴跌。 投资者因为未来几天和几周的潜在波动做好准备。 密切关注整体市场情绪, 并准备好相应地调整你的投资组合。 记住, 不要让情绪战胜你, 坚持你的投资策略并专注于长期基本面。 第九部分, 金鸣投资者的关键要点。 那么, 金鸣投资者的关键要点是什么? 首先, 密切关注资本支出趋势。 这些公司是在为未来的增长进行明智的投资, 还是在过渡支出? 其次, 仔细审查人工智能投资的回报。 这些公司是否将人工智能的进步转化为切实的财务收益? 第三, 分析其核心业务的表现。 它们是否保持着竞争优势并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动态? 最后请记住, 财报季可能会出现波动。 随时了解情况, 管理风险, 不要让短期波动破坏您的长期投资目标。 第十部分总结, 驾驭科技股财报季, Meta, 微软, 亚马逊和苹果即将发布的收益报告, 不仅仅是季度更新, 它们让我们一窥科技行业的未来。 这些公司正在努力应对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主要趋势, 它们的表现将在整个市场及其他领域产生连锁反应。 投资者需要为潜在的波动做好准备, 并专注于长期基本面。 通过了解关键趋势, 分析数据和保持冷静, 您可以驾驭这个财报季并做出明智的投资决策。 请继续关注, 因为事情将变得有趣起来。 更多关于股票技术分析方法的具体细节和最新的例子, 请加入我的Discord群查看。 有关Discord群的连接已放在本视频下方。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